下一次相遇还要几秒 感觉着秋零乱了心跳 思念相遇也相终随不飘 闷载着甜蜜的牵挠 我已知道爱来的更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爱你心动每分每秒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真正切切还悄悄来的更好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爱你心动每分每秒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I love you so 真正切切还悄悄来的更好 帮我倒杯酒 谢谢 你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 男方,你呢 女方的朋友 其实我们之前见过 可能你不记得了 改天有空一起吃个饭吧 好啊 郑太的第一继承人来了 来了 来了 先生,你好 不就是有钱的顽固公子哥吗 靠着父母有什么了不起 你来说话吧 先生,你把这个人给你 短天了 该死 当时怎么没多要一些钱 阿姨,我来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阿姨 我今天有点事来晚了 耽搁了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 清凌 如果你这声阿姨 你是真心叫我的话 那么好 我现在请你立刻 马上离开我们家 跟阿海一道冷断 阿姨,你别生气 对不起我错了 您就原谅我吧 你除了说对不起 你还会做什么呀 你觉得你这样 你配得上我们家阿海吗 我只有阿海这么一个儿子 我在他身上 花了一生的心血 我不能让阿海混在你的手里呀 不会的阿姨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阿海的动力 你协内住 阿姨,你就相信我 别让我离开他好不好 清凌 你别怪我说话难听 你就是一个孤儿 咱别说什么学历呀,工作 还有什么家事 你就连最基本的父母你都没有 你拿什么对阿海负责 我们家阿海是做大事的 清凌 就算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不要拖他的后腿好不好 阿姨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因为我爱他 你 没关系 时间长了 阿姨一定会知道 我是真心爱阿海的 清凌 加油 阿姨 阿姨一定会接受你的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这两位新人 闪亮登场 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 送给他们 走了 原来她是正太继承人的女朋友 怪不得那天她没进别墅就走了 欢迎一下子下来 我们想知道她吗 但她们已经没入了 工作室 她更 modify 对她们也不错 按一个 去吧 车 打都要看她 那样 histor者 要是有限达的 你 是什么 那样 热烈的 你 нед战 我特别 你 她们 今天是你前女友的婚礼 好 我请你喝一杯 我有事拜托你 如果是想通过我找天狼 免谈 不 我不需要找他 我想拜托你 那天我带你去别墅的事 拜托你别告诉他 你不说我都忘了 为什么不能告诉他 你怕他找你麻烦 拜托你千万别告诉他 还有 也请你忘记那件事 好 我答应你不告诉他 太谢谢你了 今天我请客 随便喝 都我请客 我心情好 陪你喝一杯 谢谢 孙长青 你脸抽筋了吧你 这么重要的项目 我明明是交给你的 陈海 正太别墅酒店样板间的钥匙 是不是在你那儿 钥匙在我这儿 怎么了 我明明交给孙长青 让他拍照用的 为什么在你手上 主编 我虽然负责广告文案 但是光看照片 我怎么知道别墅酒店的优势在哪儿呢 所以你就亲自去体验了呢 不过就是亲眼看了看 看完了把钥匙还给你 这样 我现在马上去完成文案 交给你 不用了 我刚才接到 正太的投诉电话 说我们的职员 滥用样板间 要取消广告合同 还要告 khu 是你吧 是你干的吧 不 不是我 不是你 那是你了 是 怎么可能是我呢 要是就只到过你们两个人手上 我不过就在非上班时间去看来看 我没有滥用 别跟我说 到郑太去解释 但是 如果这个广告合同找不回来 你就别干了 冰涵 你真的带女人去样板间了 臭小子 你用过了好歹收拾干净啊 我压根就没进去 那郑太那边怎么会知道 马上向郑太酒店道歉 想办法 把广告的代理权争取回来 我帮你打听过了 这次可是郑太的总经理 亲自下的决定 总经理 段天朗 费发各的还ام下 一把总经理 发了 你现在已经有什么好事了 你真正就会有什么好事了 你打脸就会有很大 有老百姓高 总经理 我叫你 口罗 红小子 他老百姓的 一眼就有了 怎么下来了 当然是来欢迎您和天老啊 准备好了吗 走 段头去找安卡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儿子段天朗 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各位董事 你们好 郑太酒店总经理的职务一直空缺 我和董事长决定先由天朗再任 趁不趁职等三个月之后 由大家再来评断 我说两句 其实这个学历呢倒是次要的 经营酒店最重要的还是经验 天朗刚回国就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 恐怕不太妥吧 我跟徐董一个意思 连雪晴也是从组长做起的 天朗直接任总经理恐怕难以服从 各位董事们的话都很有道理 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见 我有个提议 大家手上的是上个月酒店的销售业绩 这个是雪晴的成绩 雪晴呢一向稳中求进 从来就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徐董事 请继续 我愿意接受任何考验 我认为让天朗先去销售部 负责工作 如果两个月之后 天朗能让酒店的销售业绩 在雪晴的基础之上 提升五个百分点 那我们就承认天朗的能力 那我们就承认天朗的能力 五个百分点 少了点 天朗 我会在两个月内 把销售额提高十个百分点 家门的销售 他就不给你 有时光 Mrinal 就是名字的销售 这些职位 这些ストos 这些清理的销售 给你 这些社会 这些职位 那是不 Boしょ 我带这个inquiry 职位 我不是朋友 不太好 我提议 暂时由雪晴代任 我同意 雪晴在酒店的时间长 工作表现也一直中规中矩 他当总经理 我放心 是 老段啊 刚才我是对事不对人 你不会介意吧 哪里的话 雪晴啊 好好干 别让我们失望啊 我一定会努力的 请您放心 那我先走了 走吧 慢走 快走 年轻人这么冲动 以后怎么做大事 这不是冲动 这是自信 我跟在伯父身边这么多年 您真以为我每天只是吃药治病吗 我的成绩单 是要做出来给他看的 做不好他也不会饶了我 天朗 你怎么办啊 难道伯父早知道你要去销售部 他早就猜到 我没有那么顺利坐上 总经理的位子 好 你们各自都有新任务了 好好干 别给我丢脸 好 知道 知道了 天朗 董事会上的事情你别介意啊 我也只是 徐董的建议跟你没关系 董事们啊 都希望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今天把我们姐弟俩推到风口浪尖上 就是让我们竞争 只有竞争才能让酒店的利益最大化 没误会就好 对了 伯父怎么会知道 董事会会有反对意见 很简单的是 谁能相信一只菜鸟啊 你一向不喜欢输 这回我们姐弟俩可要一较高下了 我的输赢啊只针对外人 就算赢你也只是为了董事会那帮人 少说闲话 说得好像你已经赢了我一样 对了 这里就是销售部 好好干 加油 好 我先去了 嗯 副总 阿婆 总经理 消息还挺灵通的 以后好好帮他 对了 如果有什么消息 及时跟我汇报 明白 我一定把段科长的情况 及时汇报给总经理 快让开 秦玲 你身上什么味儿 太好闻了 好闻吗 这是我新调制的香水 喜欢吗 喜欢啊 还有没有帮我留一瓶啊 太好了 那你就是我第一个顾客了 谢谢啊 真的啊 那你要怎么谢我呀 都行 你说 送花吧 没问题 送哪儿 十点半 正在酒店总经理办公室 名字是 加斯多段 外国人 我也不知道 反正去了你就知道了 对了 这是我最大的客户了 你要好好的 认真的对待 知道了 给我吧 就这个吧 我是你放心 走了 总经理 这就是我 要把我给你们 那不是我的事吗 是нем人吗 这在那里 这是一个人 乐主的 我松开就不耐心 你自己开心 不能忧续 我自己开心 你把我感受的 别误会 我也不想在这儿多待 送完花我就走 一招不成你还有第二招 你信不信我叫保安 你这个人怎么说不通呢 我说了我送完花就会走的 住手 你别动 你把花放那儿 我想知道是谁送的花 我帮你查啊 你别找 这个 这是什么花啊这是 这个花是兰陵花 花与世幸福降临 应该是你朋友送给你的 抓住他 是 你们干吗呀 给你看看他包里是不是有凶器 你别翻我包 有没有凶器 什么都没有 出去吧 检查完了吗 先说吧 只是一场误会 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的话 可以找我的律师谈 加斯东断 糟糕 花送错人了 加斯东是天老南英文的名字 谁会把花送这儿呢 这花我要带走 你站住 那个送花的人是不是叫苏南 对不起 我不方便透露客人的信息 把花放这儿 我给你两倍加钱 不卖 好 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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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块 也就是 你不必须在说 我一个手 你不就能送你呢 你快到口吧 我家伙给你一牌 你这次没有 问家司 我就是 你 是 你 爹 你来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 你好 我是莉莉花店来送花的 加斯东段先生 请签收 是格斯德 什么格斯德 是珊珊告诉你我在这儿的 是她让你来这里找我的 不是 珊珊 这个卡片上有你的名字 你可以自己看 你先帮我签收吧 这花我不要 拿走 我只负责送花 要退你自己退 你先帮我签收行不行 这花七零八落的 我去收 客人搞错了地址 跟我没关系 你帮我签收行不行啊 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闯南厕所 在机场打人 碰瓷诈骗 现在还出言威胁 我就知道你是个女流氓 你 你才是流氓 你这个吃完饭的臭流氓 你 你占我便宜 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趁我还没发火之前 赶紧滚 否则的话 我去找历史 好好跟你算账 你爱签不签 我去找历史 保安科吗 我不过就要签个字吗 你们干吗都为难我 动不动就找保安找律师的 不就是签个字吗 你们为什么都为难我 签个字 你们为什么都为难我 算了 没事 你们都找我爸爸了 行的 别哭了 去哪里签字 就在这个上面签 去哪里签字 可以了吗 赶紧走 否则的话 我真的要叫保安抓你了 你让我待我都不待 等一下 把这破坏拿走 可以了 算什么东西啊 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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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天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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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天狼 天狼 你醒了 怎么了 天狼 天狼 发什么呆呢 怎么了 没有 我是看呜 我们的梦林百合 开得多好啊 开得好 还不高兴的样子 清凌 发生什么事了 奶奶 你说他们有钱人 是不是都蛮横不讲理啊 钱哪 能蒙蔽人的双眼 让人看不清楚自己 但也能擦亮人的眼睛 因为心灵是无法蒙蔽的 奶奶 跟你说了这些 我心里就好多了 爸 薛医生来了 薛医生 薛医生 回去要多休息 工作压力不要太大 他这次主要是受了突发性刺激 这是药丹 一会儿记得拿药 让你费心了 谢谢你了 谢谢了 突发性刺激 难道酒店出什么事了吗 薛医生 我让你好好照顾天狼 上班第一天就出现这种事 你这总经理是怎么当的 这跟我当总经理有什么关系啊 我知道你喜欢儿子 但是你也不必处处打压我吧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要真想知道天狼为什么住院 就为了苏南 你 我 怎么回事 天狼受刺激 是因为那束蓝绫花 什么花 怎么回事 什么事都没有 爸 我们出院吧 在医院多待一分钟 我都难受 南阿姨 那束蓝绫花 是你定的吧 是我定的 我是听你爸说 天狼他救人总经理 我想送束花 恭喜他 爸 别听雪晴了 这件事情 跟苏南阿姨没有关系 雪晴 别胡说不道 天狼 雪晴 雪晴 雪晴啊 天狼这次住院 跟我送他那束花 有什么关系啊 你一定没有想到 天狼就任失败 送花恭喜都送错了人 你爸告诉我了 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 是真心的吗 我怎么觉得后背凉嗖嗖的呢 雪晴 不会因为我送那束花 天狼才住院的吧 他怕的不是郁金香吗 花倒是没问题 不过送花的人就有问题了 真不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 既然让一个诈骗犯 给天狼送花 我要早知道 他能把天狼系进医院 我早该让保安 把他给撵走了 诈骗犯 我明明是在莉莉花店订的呀 上次雪晴姐说 你不是送给天狼一束蓝菱花吗 就是清凌送来的 她是莉莉花店的员工 不是啊 她是莉莉花店的供花商 供花商 我真的很担心 如果清凌再来找天狼 再刺激天狼又晕倒 那就麻烦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 让花店换了公花商 你等我一下 喂 你好 这里是莉莉花店 是我 你好段夫人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希望你们立刻换掉供花商 换掉供花商 为什么呀 你们的供花商是叫清凌吧 这个人服务态度恶劣 还把我们酒店的高层砌进医院 如果你不换掉它 我就让郑泰集团 取消你们所有的订单 段夫人 喂 喂 清凌 怎么了 莉莉来电话说不跟我们订花了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呀 说你得罪了什么人 奶奶你先别着急 我马上去找莉莉 莉莉 怎么了这么突然 清凌啊 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了 郑泰这么大的单子 我跟你千叮宁万嘱咐呢 怎么还是搞砸了呢 你把人都弃进医院了 谁呀 谁进医院了 不就是那个收件人 家私东段吗 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 他还挺柔弱的 你还笑呢 人家都跟我取消订单了 说我再不换购花商的话 都不跟我买花了 你害我损失大了 郝姐妹 虽然我跟你说声抱歉 不然我的生意也没法做了 莉莉 你先别换 你等等 我现在就去道歉 然后让他们跟你恢复订单 绝对不让你受损失 你行吗 我保证肯定行 他怎么会在这儿 我本来想赶他走 但是他说他在等您 等我 我从侧门进去 你想办法把它弄走 是 放手 对不起 你为什么不遵守承诺 难道我看错你了吗 你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别墅酒店的事 你明明答应我不告诉你男朋友 你为什么失信 我没跟他说呀 可他已经知道了 天朗知道了 那行吧 我跟他解释一下 反正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 这不是重点 现在我老编 拜托 让我见见你男朋友 我以前跟你说过吧 想通过我找段天朗 碾谈 我找他是公事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 如果您想找他 麻烦用正常的程序 还有 我跟天朗的关系 只在酒店之外成立 你约我见面你还迟到 大小姐 我已经飞速从花圃赶过来了 马上还要送花呢 送给您 好漂亮 珊珊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是关于你男朋友段天朗的 又是跟天朗有关 你还是拿回去吧 你别误会 是我 是我闯祸了 段天朗把莉莉店里的订单给取消了 我去找了他好几次 他都不肯见我 珊珊 你是我的好姐妹 你就帮帮我们吧 嗯 珊珊 我和莉莉的前途就靠你了 月后没饭吃了 行了 演得太假了 怎么样怎么样嘛 我帮你去说说吧 真的啊 太好了 谢谢 下次拜托你演得真诚点好吗 我努力 段总经理 我是联合财经的记者丁海 是 你想要多少 十万 我得吃饭 我已经等了你一上午了 前代小姐说你在开会 我实在没有办法 才冒昧打扰你 知道冒昧还打扰 我该怎么理解你的这种行为呢 我想你对我有误会 请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 我说了我在吃饭 那 我在旁边等你 这里是员工餐厅 你去大堂等吧 好 你骗她了 是她自己想多了 联合财经 她真的是记者吗 怎么回事 你不是对我的私生活不感兴趣吗 我是担心她接近你 是有企图的 放心吧 我没你那么傻 对了 好 苏南说今天家里来客人 让我们早点回去 那她怎么办 管她呢 afa 她说什么 尚提恩 那你去哪儿 我亲爱的 我他的生命 我跟她说 跟你想敬什么 你自己去哪儿 你自己去哪儿 你不知道 总经理说明天给我回复 人在江湖走 不得不低头啊 明天一定要等到段天了 段总经理 又是你 有些误会 我想向你解释一下 照片买卖的事 我们已经前后两期 我们之间没有别的误会 那件事 我也只是受人之托 钱不是我拿的 跟我没关系 你们之间的交易 我并没有兴趣 段总 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好 我给你五分钟 谢谢段总 我们杂志社 并没有员工滥用 贵别墅酒店的样板房 这中间一定有误会 希望你不要取消 与我们杂志社的合作 我们的期刊在业界 不好意思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郑太别墅酒店的广告 我们杂志社有信心做到最好 我相信以我们联合财经 在业界的影响力 一定能给别墅酒店 带来可观的收益 希望段总 在慎重考虑一下这件事 我仍有误会的人是你 时间到了 段总 先生 段总 先生 我认识 你现在又在家里 肯定是你 有误会的人 你自己在心里 什么时候 我都会在家里 还有一个人 你不会在家里 你会在家里 要再多辞联合 若非你会在家里 有什么时候 你会在家里 你会在家里 是怎么回事 他又找你了 雪芹 我不管你和他之间有什么过激 但是你身为政太的经理 请你不要拿政太酒店的业务 来开玩笑好吗 段天冷 我在酒店工作五年多 这里的每一个进步 都有我的汗水 酒店的一砖一瓦 一束花一幅画都是我的心血 我不会拿他开玩笑的 对不起 好像是我误会你了 还有 那个记者是个投机分子 我不会把酒店的广告交给他做 如果他再找你不用理会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回去了 阿海你回来了 你喝酒了 一点点 你还好吗 我扶你进去喝杯蜂蜜水吧 别动 就这样待一会儿 现在 只有你是真心对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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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手 š Journey 拿出去扔了 手帕 我帮您解惑来的 我手拿出去扔了 你没听见吗 好 好 小姐 您好 我们再做一项相分调查 请您看一下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 经理 这个调查有什么用啊 好 谢谢 您好 麻烦看一下 我们再做一项相分调查 谢谢啊 谢谢 请您看一下 谢谢 经理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 你看 排除酒店的异味 传统除卫方式是使用化学清醒剂 国际上的一些一流酒店 已经禁止使用化学喷香 提上使用具有环保性的天然方向 这里是本市最大的滑稽 花店的老板会给我们提供 各种花香的信息 明白了 经理 这种简单的事情 你就不用亲自出来晒一热 我打个电话叫很多人来 马上就能完成 劳师动众 这件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为了提高我们酒店的竞争力 这次调查 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在成功之前谁都不能说 包括酒店的总经理也不能说知道吗 经理 这么说我现在是你最信任的人了 我一定守住秘密 圆满完成任务 行了 好好干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你跟踪我 谁跟踪你啊 我花店就在这儿 干什么你 香氛调查 我不骗你啊 这个我可是行家 你算是找对人了 我帮你吧 不必了 那你不够添麻烦就已经不错了 不是 你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都可以解释清楚 真的都是误会 我现在很忙 等我想好了怎么找你算账 我再来找我 你许萧莉莉花店的订单还不够啊 还有别的招啊 我来帮你吧 你干什么 我就帮你做点事情 我去 我还了 来了 这个你先拿着 你跟我来 干嘛呀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先说明 我这可不是占你便宜 我知道 刚才这个 不算 知道就好 说吧 找我什么目的 我想说 那天是我不对 哪天 都是我不对 不过我说的 是那天送花的事情 对不起 我真心向你道歉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吧 原谅 你想的没 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原谅我 怎么样才能恢复对莉莉花店的订单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不起 我很忙 你打我 你打我吧 什么 打我消消气 这样咱俩就两清了 你就可以恢复对莉莉花店的订单 神经病了 你打我吧 打我吧 你打我吧 你干什么你 放手放手 你打我吧 不响 那你我 寂寞的路 当深深疲惫 难忍的苦 我的如今是温暖陪伴 虽然一路坎坷你 也不再孤独 琐琐天天人生的女人 细细冷的荒废的心情 成功或是爱我都要勇敢面 告诉自己不再孤寂 到黑夜来能照顾的路 当深深疲惫 难忍的苦 即使两翼的翅膀 我也要飞翔 相信自己绝不去 我绝不放弃 你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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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绝不放弃